老王展示遗水血山皇宫扫第三装备宝宝 总价值估计超500多 打不凉 第一个就是一个超级武神坛 甲组音件 这个封印1.59是极限 封印1.4相当的高 最后一个高封印呢 应该是西山老街出的 成品的话 参照藏宝格 现在的一个56万 一个60万 它这个封印命中率 比藏宝格的高了0.4 一件顶藏宝格 目前摆的的话 1.2件1.3件 这个腰带的话 大概是一个65个W以上 帽子是常规的罗汉 16.5个W 鞋子留云15段 鞋子跟这个腰带不太匹配 鞋稍微有点草率 不过属性还可以 106房 鞋子的话差不多是4个W 这三个件装备 加起来8个W 项链加加3 83 放一下涂刀的衣服 15乘以12 180 461减去180 281 熔练了一个 熔练了一个 熔练了一个26点防御 防御的话307 属性的话双加60 这个衣服在特系里 也算不赖了 360达标 衣服气的话 精轻双加50 伤害够高 全身的装备 加起来差不多是100个W 凌智的话 10段 这个双气血一防御 气血加法防加法防 下牌的法防 国标都是28 它分别报了6 分别报了14 气血正常98 它报了40点 速度30加满不说 清威石段数 虽然没有到极限 但是剑步如飞的8级 非常的细节 三封印的耳式 国标14 一个报了1 一个报了2 8级剑步 极限细节 三速度 总共报了3 这个戒指 就是一个20多个 再加上8级的剑步 非常的漂亮 然后再看一下 扫地层的 武神坛细节 好不好 有没有魔进激发 先例激发的孩子 有 孩子的综合属性 盗梦多达16 647加362加172 再加300 1481 孩子的细节 还能继续优化 关键是 坐骑的成长 一定要2.3433 2.3433 坐骑有3支 2.3333 非常的nice 坐骑的话 细节非常的好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 它的花里 胡罩方便的东西 有没有 比如说比翼飞 比较实用性的 融合贯通 它也没有 比翼飞没有 多油水 并且没有 并且还没有到花手扭 还有还给自己 留有进步的空间和余地 找地层的装备 光辉神龙十四顿 误报伤害 伤害法伤 然后这个误报 肚肚法伤 三防御 三格挡 三抗风 抗风 格挡 抗风 三气血 三气血 封印 封印 愤怒特技 阻受之称 写受之力 凝质 高双加 属性也比较不错 金刚不坏 光辉之甲 单挑的装备 关键看一下 武神坛的宝宝 兄弟们这是雪山的赢家 我操 这个宝宝 这个就是 我刚才之前 跟大家说到的 一个新加入到 雪山团队的 一位神豪老板 叫木木蒂 这个玩的门派 是大同官府和女儿村 一个团队 上线的一个门派 一只宝宝 15技能 高自制 15技能 这只胚子的话 差不多30 立皮加神马的 组合25 打出过程中 互相 有这个调出的风险 它的风险和几率 前大概是10个W 这只宝宝的成品价格 应该是65个W 技能的话 有感知吗 你看 对不对 我一眼就能看到问题 它感知没有 不是因为 它不配戴感知 是因为不喜欢 它选择了进击必杀 第二只宝宝 16技能 有高级敏捷的话 保底15 也就是拉开以后 它应该是个3或者4 细节不细节 这是差不多70 60 5加70 这是145 除了没有龙魂以外的 大满贯出息不易 法兹还2859 加上一个1536 超高灵力 加天不服 1700的出息不易 除了没有龙魂 最完美的出息不易 这只宝宝的话 起码是13个W 宝宝的话 一个是13 一个是70 一根65 没算宝宝装呗 法房力批 这只宝宝肯定要批评一下了 这只宝宝就是花里胡哨 你没有招架 你有个法房 也没时间起 对不对 这只宝宝 这只宝宝 有点花里胡哨 等这只宝宝 又是一个极限细节 兄弟们 这只宝宝 有12技能的妙花天女 就已经很难了 因为妙花天女 没有天赋技能 很难和 他把护盾 留下的情况下 又拍了一只善恶 而且1.3的极限成长 还带了一个高级强力 杀人善恶加壁垒 幸运招架加强力加高防 每个技能全权到肉 同样的12技能 不考虑壁垒以外的话 最强技能 这只宝宝也是一个扫地僧的一个招牌 扫地僧另外一个招牌是死亡法王 静台妙提加宁光炼彩 1万多血 来了来了 非常稀有的四特殊 如果说死亡法房 你还有受绝可以扛一扛的话 但是静台妙提和宁炼光炼彩 你是没有受绝的 幸运高防反阵 套装带招架 带敏捷 没有招架 有个反阵 有个高毒 这两只宝宝是扫地僧的招牌 也就是一个高手在民间 但是他这个高手跟马宝国不一样 他是扫地僧不是马宝国 年轻人不将武德 又是出席不易9技能 我跟你讲 8技能全逢的出席不易 已经是武神盘的非常完美的技能了 他这只宝宝一定带的是敏捷套 而且神技还有用 这只宝宝也要接近10个W 山恶神马这个资质就有点气人了兄弟们 这个资质的配色的话 大概是18个W 18个W的话 一个山恶再加上一个神马的话 差不多是一个21个W 这只宝宝 山恶神马 版本之王 无解 有些宝宝是同种的 我知道我知道 展示的是雪山的一件 这个宝宝有点厉害 这个宝宝有点喜欢 因为能打善恶的必须是高子指的 这种高子指的灰色其实已经不多了 DPE壁垒 12技能 资质不能说多好 这只宝宝肯定不是拍授诀 拍授诀呢不太好拍 因为授诀很贵 拍正常打出呢也比较难拍 因为太难成了 这只宝宝卖出的价格 基本上是DPE壮授诀的价格的0.88 DPE壮授诀假如13万 那这只宝宝的话 就是13存影的0.88 大概是11.44 看地厅 雪山地厅最多 但是雪山有地厅没虚迷的也特别多 看一下雪山的阿松都没有虚迷 他两只出其不意太秀了 一只立皮神马 壁垒神马太秀了 静台妙题 善恶太秀了 死亡法方 灵光烈彩太秀了 哎 一本大法这可能出其不意的 两本大法有观察万象 卧槽 三十多个兄弟们 这地厅 这地厅三十多个是包有的 我看一下 书的话带的是高级法术连机套 法暴模型再加高级法术连机 没有波动 残酷了 这只是谁的 这只是主播的吗 13技能的三额 这个宝宝就算是 有的追的吧 子指一般 14个左右 这只差不多14个左右 速度不是特别快 风马不是特别屌 还有马 我操这个马屌啊 这个马 这只宝宝这辈子没想到 他能配上一只神马 壁垒神马 而且是12技能 这个马12技能 你也没说资质高出天地 这可能是一个 遗留的 一个产物 一个可能是最早期 黑字太稀有的时候 拍的神马 另外的话 有可能带着神马受决进来拍的 宝宝差不多得是300个 宝宝差不多要300 炮的话差不多150 这个炮的话 现有的硬件 当然是一个团队的整合体 也确实非常厉害 有甲组八强的这个气势 要不是遇到遇到的话 估计是四强 四强就挨着季军 季军差点进入决赛 进决赛就能夺贯了 我记得那个 不用了 你会等到五何 hell 不是 你不耽误了